这边怎么没什么人啊 名正张先生来到高雄市的前阵渡轮站 放眼望去空荡荡一片 一度还以为自己是不是走错路了 再往前走 只见渡轮人员 有人打瞌睡 有人翻报纸 客人则是一 二 三 就三个 原来不说 就连好多高雄的在地人也不知道 从前阵竟然可以搭渡轮到旗津 但也因为没什么人知道 这里的渡轮一天44班 最多却只有87个人搭乘 等于平均一班两个人 船上的员工都比客人还要多了 坐这边船的人多不多啊 很多 很少 许多游客来到高雄 都会选择搭渡轮到旗津走走 但大部分都是来到古山渡轮站 对比一下 一样是到旗津 古山渡轮站满满都是人 反观前阵渡轮站 哪都没人 交通局就表示 渡轮没人搭他们也很头痛 算一算一年的船票收入100万 但支出却要2200万 一年就亏损2100万 已经在三月份 会同当地里长开会讨论 眼里把大型的动轮改成小型船舶 并且计划减班 只在上下班尖峰时间航行 不然面对年年的营运赤字 实在是吃不消 记者梁家文记者和张醒 高雄报道